最後我們講的是可恨之恨人必有可憐之處 這裡講的也是粗鬼變小戰的例子 好,先讓各位想一下,什麼樣的人會遇到爛桃花? 好色的人,是不是? 還有呢? 食神多,就是那種好享樂的人 還有呢? 好,那怎樣的女人不容易結婚? 商官 商官傲務,商官的人通常很驕傲 所以你們身邊會看到很多女生長得很漂亮,能力很強 在公司裡面擔任很重要的職務 但是年紀到很大的還結不了婚,通常都是商官的人 所以一個女人在家裡其實真的是應該扮演一個欣賞老公的角色 多給老公鼓勵 然後不要說老公說了一句話,你就說 啊,我也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很多女人都這樣子,非常多,對不對? 你講這個我早就想到了啊,對不對? 我早就告訴你該這樣做了啊,這就叫商官 所以你就算沒有商官的性格,就算你八字沒有商官 你在婚姻中你要盡量避免商官的行為發生 對不對? 這是婚姻的一個知道 影響婚姻的最大因素是什麼? 答案是小三嗎? 第三個問題,影響婚姻的最大因素是什麼? 自己 我覺得是自己,沒錯 真的是自己 其實我覺得小三只是時代的產物啦 只是剛好走到那個孕,剛好會出現 出現了不見了會長久 所以我覺得不要把小三當作蒙水蒙獸 就像剛剛我說的那個例子 那老公回了家,跟老婆說 為什麼你要對我這麼好? 他永遠知道老婆是對他最好的 但是什麼東西比小三更可怕? 因為我的看法喔,兩個字啊,責任 對婚姻沒責任,比小三更可怕 所以後面我要講例子,就是跟這個有關的 這個爛桃花女 這個八字喔,你看喔,商官這麼旺 為什麼,因為這個,他寫商官嘛 為什麼商官那個,上正課的時候在講啊 好,商官這麼旺對不對? 而且,商官一定有智對不對? 水這麼旺,要由土來智水對不對? 有沒有土? 沒有土啊,沒有土來智水啊 所以商官旺而無智 所以他重視享受,重視生活,重視品味 我能夠怎樣去掌握這些男人的心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 他就那種整天在外面享受 而且,然後但是對家裡 可能比較不會顧家人的東西 而且,他呢,剛好走到這個孕 喔,他剛好走到,這是未來的孕啦 他剛好走到的孕都還沒有 都沒有遇到土 所以他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婚? 要遇到土的孕才會結婚 你這樣懂嗎? 因為,商官旺的人就是這樣判到婚期 這個,因為商官很旺,商官會商官啊 那你要把這個商官剋掉才能夠結婚啊 對,所以你要走到土的孕才能結婚啊 所以商官旺的人,他要走到剋商官的孕才會結婚 但是八字中,如果八字中有土,那就令他別論了 就直接製掉 對,就直接製掉他 那是不是水沒製? 現在沒製啊 所以他就說,為什麼我老是遇到爛桃花 事實上爛桃花是怎麼來的? 是他自己去吸引來的 因為八字中水旺 水旺怎麼樣? 欲旺多,性欲大,對不對? 然後心經又是一個愛面子的八字 我性欲旺,我又愛面子 那我就只好到處遭了爛桃花 而且心經又是一種重視感覺的 所以他特別重視那種浪漫的感覺 又很需要 商官也是重視感覺的 所以這整個加起來就造成這個人 就是一個我喜歡浪漫 我喜歡男人來對我好 我的需求很大 但是大到我無法控制我的需求 所以他就說,為什麼我老是有爛桃花 為什麼男人老是玩我 事實上是他老是玩男人 天太亮人跟金河有關係嗎? 他河會養 他一來到河墓必須在墓的月份 這個 終極班 好,然後對他商官望而不治 然後對他一般商官望而不利婚姻 要走到 要走到 硬的孕 就是我剛剛講苦的孕 才能夠結婚 好,這是這個例子 好 對,心肌 剛剛講過了 商官 第一個要講到這句話 商官奧巫 他是非常聰明的一個人 但是他的表現出來 就會讓你覺得他容易傷人 然後表現出來的行為 就是不符合世俗領教 他很有才華 就好像當年 這個是幫喬妃嘛 認識吧 當年在幫喬妃的時代 在P頭四的時代 誰會穿這個樣子出來唱歌 對不對 他是突破傳統 所以商官的人特別喜歡 爭脫世俗領教 所以這種人很好 這種人如果來做研發 做工程師啊 做創意設計 他表現的會很好 但是在婚姻裡面 他就是不利 尤其是男人女人 主要商官的孕 他就特別不想結婚 因為官是管束 是冤屬 我想去爭脫這個管束 自然就不會想結婚 這個男的喔 他 不但出軌 出了軌之後 還去 還 離家出走 拋家氣 把他老婆小孩都丟了 然後最後呢 還去自殺 厲害吧 為什麼呢 其實喔 其實喔 你看這個八字 他也不算是一個特別差的八字 金木層霧的讀圖都有 然後但是 第一個喔 他的印很旺 石神也旺 天才也旺 但是什麼東西最旺 這個什麼東西最旺 然後 要到課口裡面去講 因為這個 講起來有點複雜 大體上來講 土生金 所以他的金是旺的 然後呢 木來克土 所以木一定是比較衰的 然後 火來生土 所以火也會稍微衰一點 所以大體上來講 土跟雞是最旺的 然後其次是木 其次是火 大體上是這樣子 那這個詳細怎麼看出來 其實很簡單 這個說簡單也簡單啦 半小時就可以講完了 但是 這就是系統課程可以在講 好 所以他的深固 他的關鍵是說 他的印旺 石上旺 印代表思考 這個人其實呢 你看他是正印 正印的人應該是蠻溫和的人 然後所以 而且又是認水 認水的人也是千變萬化的人 所以他是一個很溫和 然後在外人眼中 石神正印都有 在外人眼中 他是一個很溫和 然後很有才華 很有想法的人 他是因為他想法過多 想法過多 然後想要享受的東西也太多 所以他自己的本身太弱 控制不了自己這麼多的想法 跟享受的欲望 所以這個深過弱 是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到2006年的時候 2006年 這個case是發生在2006年 他的財旺 財旺就是女人嘛 所以即使你要出軌 要出事情 都一定要配合大運 你走到了那個運的時候 你就會出事 走到那個運的時候 他無法承擔這麼旺的財 來的這麼旺的欲望 所以他就出軌 然後出軌之後 還變得你女的勾住 然後拋家妻子 很可惜這個例子 我沒有拿到小漢的八字 但是我知道這件事情後來很慘 這個女的後來 現在14年了嘛 8年前的事情 這個男的後來 反正也離開家了 這個女的後來 也就沒有再找男人了 沒有辦法 沒有再找到 因為年紀也大了 沒有再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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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後來 怎麼來避免各種事情發生 怎麼去避免各種事情發生 怎麼去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這個命中不定 就是這個命中 命中不定 就是這個命中 怎麼來避免這些 不好的事情發生 把他老公送到新家 撒哈拉波山過去 撒哈拉沙過去 撒哈拉沙過去 他就碰不到女人了 有時候可以透過時空的方式去 有時候可以透過時空的方式去 對 因為中國的那個 我哥的那個海外 感覺到 大陸的那個 他們不知道在名字裡面 加了什麼字 對 這叫改名 這個號碼有效嗎 有有效 譬如說像我的名字 自從我取了這 吳上映這個名字之後 我的運勢就越來越好 這是實話 所以改名字有用 就是配合你的八字 缺什麼模型去改 但是改名字的作用 嗯 他有限 對 百分之二三十 但是一定會起一點作用 如果你就缺那麼一點東風的話 改的就是一個成效 那是比較有效的 好像是說會改名字 一目的套運 三分之 對 你先記得 然後 還有有時候 你算命的時候 可能 如果這個命理師 他是好心的話 他會給你幾個方向 好比像這個八字 像這種情況 他如果早一天來找我 說如果他在結婚前找我 我會跟他講 不要跟這個人結婚 那如果他 我說這個男的他怎麼改變這個 男的他怎麼改變這個 男的他改變他就容易了 關鍵是 如果這個男的來找我算命的話 我就會告訴他 你必須要遠離女色什麼之類的 要不然你會性命 你只要接著女色你就性命太憂 明天立刻出車或被車撞死 他就怕了 你就有辦法制止他去做那件事情 你懂嗎 但是關鍵是 通常這個男的 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不會來找我 他是不是來爽啊 他怎麼會來找我呢 通常來找我的都是女生 其實就是說 他通過後天那種自律 他可以達到改變這個問題 可以 就像我們在看八字的時候 有所謂離婚跟結婚的年份 其實結婚年份 只代表這一年結婚的機率大 離婚年份也只代表這一年離婚機率大 有些人我看過很多 在30%的離婚機率的那種年份 他就離了 他覺得好像也沒嚴重到該離婚 他就受不了了 他個人承受能力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外界誘惑的問題 所以這些因素加起來 就會造成離婚或結婚 有些人到90%都該離婚的年份 他還不離婚 為什麼 因為他撐下來了 原因有可能第一個 他責任的很重 他附家 他不想離婚 他要顧著小孩 對不對 很多人這樣子啊 為了小孩走不離婚啊 另外一種是 反正我離婚也沒有別人了 所以就完全不能 在農村就有可能會這樣子啊 對不對 所以這很多很多因素 有很多方式可以改變它 如果你有辦法 譬如說 如果在該離婚的時候 譬如說看剛剛第一個例子 那你就跟老公分開個一年 16年的時候再回來重聚 這離婚的簡單就逃過啦 對不對 所以 這時候我覺得 如果說 學算命的人 其實 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 算命 不在於準 要準喔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永遠有人比我準 但是 算命最主要是 要給人生指出一個正確的方向 不要讓人家走錯路了 然後該怎麼走 該走那條路你要擺下指盾 我覺得這一個比算得準 要受益 總結一下 今天講了怎麼樣的人容易出軌 第一件事情 你們以後找老公 最好不要找深入 深入 深入代表自我的控制能力比較弱 自我承受能力比較弱 那一生路怎麼靠到 上課就會強 就是看你的那個 譬如說日主是水 水強或水弱 譬如說你水生在水的月份 那生命強啊 那如果水生在土的月份 強不強呢 那就又有一些判斷的方式 所以八字過弱就是心弱 對 但是你所謂八字過弱 是怎樣 是什麼意思 就是每個人跟你講的意思不一樣 就是在往上 對 就往上講的東西有時候 它的意思不一定是代表這個意思 我就說看你 是看哪個網頁 你可以算什麼 我看看他想意思是什麼 那你覺得哪個好 你的算是標準 自己學最準 自己學比較準 自己學比較準 我本身是學計算機的 我本身是計算機的做事 所以我一直 以前我一直有一個願望 我要把算命的東西 編成 編成 後來我發現根本就做不到 對 因為這個東西太人工智慧了 而且 有時候你給人家建議的這件事情 根本就不是軟件做得到 所以 以我的經驗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就去看網上說的 簡單算強弱 都 我都覺得參考就好 真的強弱還是自己判斷最準 真的我一直試圖去把這個規則寫出來 然後發現這規則根本寫不出來 因為 人的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的頭腦 因為比電腦複雜幾百倍幾千倍 對 有些事情在人的頭腦一轉瞬間就判斷出來的東西 電腦還要判斷很久 還有且一大堆的程序 對不對 所以我一直試著去把這件事情編成 一直編不出來 我甚至要把邏輯寫出來都寫不完 所以網上跟你算的東西我覺得參考 人的頭腦比 其實八字是什麼東西 八字是數學 八字是一個很複雜的數學 然後還有一大堆公式 只是這些公式 全部都是用文言文寫出來的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去讀懂那些文言文寫的公式 然後把它套到八字裡面 這就是很難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學八字自己看書在網上查資料 學了很久永遠學不會 是因為他沒有辦法把這些文言文的東西 轉換成命盤 其實八字很簡單 二十二個字相互關係搞懂 也就學起來了 我學八字我至少學了二十幾年 然後 二十幾年都一直在考寂寞水波圖 就是這樣 學八字要看年紀本學 學八字有 你推薦的 學八字推薦書 你們等一下加群吧 到群裡面我再發給各位看 我把那個書單可以發給你們看 好不好 但是 我講一句實話 我真的比較建議是說 學八字不要 自己看書 真的比較慢 自己看書 你看了很多 也不如 聽我講一堂課 因為 這是一個 就是我把我累積的經驗 整理起來 很快的 很快的 很快就變學了會 好 繼續 官代表官 自我約出能力 所以官少的人知識能力差 時傷望的人 代表重視享受 然後才多的人 尤其是男人 才慾望 才慾望 代表女人願望 那 這些東西發生後 沒關係 有智就好 沒有智的話 就容易出問題 這個是我的資料 各位可以加一下我的資料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各位同學有沒有問題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到這邊下課 謝謝各位